TUK TUK 求婚前我們就同居了 所以沒有太大的改變 但因為前陣子 生活的空間想要更大 所以我們就搬家了 我們基本上24個小時 生活跟工作都在一起 所以我們偶爾會就是有 在不同的空間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是如果突然有什麼事情要討論的話 我們會立刻聚在一起 所以我們基本上算是 最好的朋友 又是最好的工作夥伴 最近有點想要改善一下 生活的模式 就是太喜歡待在家裡了 覺得應該可以多出去走走 發掘一下新的東西好玩的 多一點生活的火花這樣子 因為我們的求婚紀念日 跟交往紀念日是同一天 然後我們基本上有空的話 我們就去找一個 漂亮的女關係在外面外輸一天這樣子 只要有心 我覺得每天都可以是紀念日 我想要回到熱戀期跟曖昧期 因為那個時候 我們跟她傳任何訊息都會 那種心跳感都會很明顯 然後我們會有任何一點點時間 我們會到處出去跑 我們求婚的時候 就是用iPremiere的戒指 我覺得真的很美 對我來說 那是一個特別有意義的一個牌子 戒指不只是一個飾品 對於自己也有一個很大的意義 然後也可以時常提醒自己 就是要珍惜身邊的人 老婆 來遇見你真好 雖然我們已經老期老期了 但是你還是很吸引我的 那我會當你一輩子的同好粉絲 讓子養 來遇見你 這個まで